嘿,家人们,这里是娱乐者版男生版 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任嘉伦 大家都知道任嘉伦跟baby正在拍摄穆斯新约 同时在1月17号 黄晓明点卡为小海绵金生 还颇具心思点了0.05分 代表着小海绵五岁了 此前传出baby跟黄晓明的不和 然而baby在参加北京卫视春晚发布会的时候 网友细心的发现 他悄悄戴上了与黄晓明的结婚戒指 此时婚变的传言不攻自破 baby参加其北京卫视的春晚发布会 然而任嘉伦却参加了央视的一年又一年 谈到的是角色的创作 小编也会将这个视频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他在12年的年关都说了些什么吧 其实最近任嘉伦跟baby合作的暮色新约 有网友拍到了路透照 也发现了baby穿着黑色外套 印着北京电影学院几个字 疑似是黄晓明的外套 有了黄晓明的推波助澜 baby的资源飞升明显 在《风起龙戏》中陈坤白雨霜男主孙怡给他做了女配 和马天宇搭档的陈元 她是女一号 和赖冠林拍摄的《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和王安宇合作的《漫影寻踪》 《漫影寻踪》都是女一号 与此同时的男主任嘉伦 近几年出的戏基本上都是精品 《大唐荣耀》锦衣之下周生如故 每一部的评分都很高 加上任嘉伦自身的颜值和演技 他被网友评价为古偶男神的天花板 也是说的过去的 一个能够抗拒的优质男演员 一个是演技饱受争议的女主 任嘉伦是爱豆出身 不过进入演艺圈之后 专注于演戏 凭借古装大戏《大唐荣耀》获得了关注 之后上线的古装探案记 锦衣之下 天机之白蛇传说 周生如故等 又都成为了爆火之作 演技跟颜值都获得了认可 当下最受影响力的罢评男神之一 任嘉伦眼影合作的《暮色新约》的剧本 也很不错的 根据只因暮色难寻改编 剧中双Q和《蒙神》的化学反应 烧脑感和治愈力完美的融合 豪门恩怨 加悬疑推理 再加心理元素 让这部剧的作品 一关先影视话题就爆了 网友称因女主的演技 这部剧还没上线 就有不少网友抵制 理由就是女主的尴尬演技 其实女主这两年 也没有什么主要的作品 一直都是以配角的身份 从底层演起 演技确实提升了不少 像是在摩天大楼中 其饰演的老百年 中美宝代入感很强 枯戏也很感人 可见其演技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其实在小编看来 不论是baby还是任嘉伦 他们都会全新的去完成这部剧的一个拍摄 让我们也更加去期待这部剧的上线 可以先期待一下 或许上线后有不一样的惊喜 大家觉得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 你对于这部剧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